高利潤的行業就是對一個根本沒有稅間債務的太極門 他也可以把他的土地 房子一夕之間就沒收了強產民產 然後其實他就有所謂的績效獎金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當時這六張稅的怎麼出來的 佛寬人找法務部調查局做出原本只有61萬的兩個帳戶加起來只有61萬 現在搞成31億 1997年10月22號 實驗生接到這個陳衛生的公文 他根本沒有去調查 然後呢他就隔兩天找檢證接受去做一個調查報告 檢證接受怎麼做呢 就抄調查局的譬如金額完全照查 這六張假稅單就出來了 是調查局指導之下的假稅單 然後這一個呢就是第一個執行民意的違法 因為這六張稅單並不是稅間集中第三條 不是國稅級稅間機關是查的 所以根本不符合陳契的調查所做出來的稅單 所以第一點這些做出來的就是假稅單 因為不是國稅級調查局的 第二點呢 第二點呢 以頭的金額 以頭的金額原來六年的金額是31億 但是其實違反了稅間機正法 十二支一條 對於稅間的構成要件事實 金額必須要請正 然後八十一年的所得 這回是五千七百多萬 那麼你既然有這麼多 你的金額應該要超過上億 那每筆呢都要請正 所以五千七百多萬 平空沒有幾正 而且是無中生有 那所生出來的稅單 自然在數量上是假的 所以違反稅間機正法 第三個重點 我們知道這六年的假稅單 是假的 所以五年已經被宣告為零 也宣告五年啊 多沒有 多是正 不是主席班 那再唯一剩下的第六年 也是同一事實 怎麼可能這六年 變成假稅單 變成真稅單 還可以公然 在今天 昧著良心 就把它執行掉 然後 這些執行官 就回家 贖獎金啊 那這裡有一個重點 以前的公告 多有執行 一定公告 要讓再全能承受 多會明白公告出來 那還今年這個公告書裡頭呢 都沒有公告 所以這樣進行的 所謂的開賣呢 公告呢 其實就跟原本的SOP呢 不一樣 所以這回就是暗地裡呢 來做過透過計劃書 來搶國人民的財產 所以這個呢 當然就是非常的嚴重 第四個點 這裡的公告呢 是在108年3月28號 由行政執行內湖康寧路的總署 找過案件審議小組 然後他們審酌 對於太極門案呢 怎麼來做 就是 如果沒有人來 那麼你就可以 你依法 你就要聲明承受 我們行政執行法 是把執行處 類似執行法院的功能 基於客觀工程 你現在 營慶中 你已經 環火制 你已經把行政執行處 的工人 整個全部控制 你在玩納粹時代 下指令 所以 你這回在 在前人承受 是你在底下 設計好 安排好的計畫書 所以 你這一次的工人 就導致你 所謂這回的執行處 整個瓦床 那新竹執行處 不是 無力的 執行法院 而是 你背後 上級 林慶中在主管 林慶中 你沒有管轄圈 你沒有主管 那你林慶中 為什麼要這樣做 合理的解釋 就是 2018 2019 年 你 跟 這個 投寬人 屬於 同樣的 議事聯絡 然後你來做 共同的 計畫 計畫 搶國人民的財產 你已經讓 法務部執行署 不像執行法院 法務部執行署 有點類似 黑幫的行為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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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計畫 有所謂的 共謀 就是 勾竄共謀 要 要 跟 嚴正署的 侯寬人 跟你有 扯不清楚的關係 為了要自己 為什麼跟 侯寬人有關呢 因為 還有一個點 你還要獎勵 二十四年前 檢舉的 那些犯罪 那些對於 故事檢舉 刑事案件 都被法院判無罪 無罪 這些人 還有檢舉獎 所以 林慶忠 你玩的 太醜了 太 不應該 你已經異業了 所謂 執行署 管轄的 全的問題 因為 我研究 犯罪行為 研究很久 我知道 犯罪行為 會用什麼 手法 你果然 是用這些 手法 所以你已經不是 讓我們 尊敬 的執行 類似 執行法官 執行法院的 執行署 你也 你現在竟然用個 上級的執行 執行法院 來介入下職 所以 你真要真的是 糟糕 真的 糟糕 而且你的犯罪證據 很明顯 第五點 我們知道 在第一拍的時候 2020年 6月18號 做拍賣的勘查 這拍賣勘查 是52筆 你根本 在不到兩個小時 可以勘查52筆 所以 這些東西 根本沒有離勘 你竟然敢選擇 所以 這個 這些人 對不對 新竹分屬 你看 執行員 都不敢簽名 這個又跟陳信信一樣 你應該要執行員簽名 你也沒有執行員來簽名 然後 醫務人 保管人都沒有 到場人 只有移送機關 只有梅高龍 然後 只有一些書記官 然後執行官 來簽名 對不對 但執行員應該要到場 都沒有 所以 你這些 呃 這些 李堪比路呢 又是一個 違法 不實登載 然後你又把它 公告在 第二次拍賣的公告頭 所以這又是 行使 不實登載 這些都是 辦住行員 很清楚 辦住行員 第六個點 這個 移送機關 跟執行機關 他們已經做成合議 要依照稅間基增法 第四十條要撤 你看 這個在 李蘇德 在這個 這個 2002年 1月20號 他也 既然就承認 那這十年前 其實 這一張 可解 一直還是有效 所以 蘇建龍部長 你不能夠 火定這張的效果 對不對 你不能火定這張的效果 所以 我們知道 法律呢 還有 這個行政程序法 有第 第八條 行政行為 要用誠實信用 所以 整個 國家 它 竟然可以違反 陳實信用 但是 反過來 說 你行政執行署 對二十四年 違法的 濫權 檢舉的 那些 調查員 你還可以 發展給他 你還可以 利益 輸送給他 那 你對於 正當人民的 潛意的信賴 你 竟然 可以 這個政府 已經完蛋了 這個政府 已經做出 違法 亂計 第七個點 就是 假稅單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已經被我們揭露了 2020年3月5號 就新竹婚署 跟 行政執行署 要各婚二分之一 林慶忠 跟 李慧如 李慧芬 你們在婚獎金 你們的政績在這裡 難怪 被揭穿了 你急著 要趕快 脫手 對不對 你竟然 毀錢 然後 把不該執行的 你硬搞 所以我們建議 令法務員 毀掉法務部 做個行政執行 把行政執行 改歸 行政法院 也好 或者是 普通法院的執行 不應該 變成行政機關 應該讓 司法機關來做 因為 這個司法 行政機關 現在已經變職了 為了錢 犧牲掉 你的 公平正義 然後為了錢 做出犯罪行為 第八個點 本案的執行呢 竟然是為了 獨立 一九九六九七年的 調查局的監禁 這些人 其實已經是犯罪 他有偽證 然後用假政機來害 然後 編列假的金額 害人家二十四年 這已經構成國家 還有刑事犯罪 結果你竟然 還編列公告名單 要獎勵他們 台灣 行政執行署 變成是 給犯罪人 獎勵金 獎金獎金 這個太難看 國際醜聞 所以我們知道 從今天來講 我們根本不是在談 自行案件 我們是談人權案件 我們是在談政府犯罪 這個機關 其實 都不算機關 他已經是一個犯罪團體 對不對 你竟然叫 公告獎勵 檢舉 建議名單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犯罪人 台北市 調出已經 退休的人 你現在 還要拿錢給他 台灣的錢 太多了 是不是 竟然 給犯罪人 哪有這種事 對不對 正常人民 碰功手法的人民 他的 家產 被 有計畫的 侵吞 強佔民衆 這個很嚴重 所以我們今天 非常地生氣 我們也非常生氣 怪台灣的人錢 怪台灣的法治 我們今天都要 感覺要哭起來 但是 大家 不要擔心 因為 很多人還是有正義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 大大平安 我們要保持 堅定的信心 讓這些 相愛的人 相愛的機關 終於 被人家動不出來 只保不住 不能夠這樣 繼續待會 好 謝謝